你看这个头 一到了这来之后 整个动作和身体是一块做的 我们一定要一做之后 头你看我这么矮 我蹲下来了 故意续上劲了 但我头得顶着 然后顶起来在这 整个身体的动 你看这个头不能跟着动 你不能这么样 这个动作很小 但一定要分离出来 我如果这个眼睛是盯着这个地方 我盯着它 我身体往后转 我眼睛还盯着 我胳膊咔打过来 它还盯着 怎么样也得盯着 这个地方一定独立出来 身上做动作 我这走上下也可以 左右也可以 左右就是斑斑锤 上下就是海底翻花 这个左手 我们一定别这么 一定别这么做 不要这么做 左手就这么起来就行 就这么起来 微微弯一下走 就这么起来就行了 不需要这个做这个 很多同学做这个 都是这么做的 不是这么做的 就是这么做的 然后一抬腿之后 觉得这个地方有个人 你打的时候 这个腿 人是站在这儿的 你的 这个脚站在它的这一侧 这个脚要站在外面 要这么打它 明白了吧 你站在这个里面 它跑了 你站在外面 这么打 打到这儿的时候 胳膊在这儿 要这么打 两个你看 要错开打 有了这个你看 是这么站 然后打的时候 这儿往前 这儿往后 要出这个东西 然后再从上面打下来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你只是站着这样的话 你打就是很粗糙 真正用 练的时候 练得很精细 用的时候 非常粗糙的 你看这样吧 你往这一看 舒适这个动作很大 这个地方 等于你做这个动作 手在这个地方 你看这么大一个地方 它都可以站在这儿 我都能打它 你要这么站着 它得是一个很小的人 它要等人大了 你打不着它了 你在这个地方 你看 这么样大 整个从这个地方 这个腿要打这么大一个位置 这个胳膊从这儿打到这儿来 所以你看 这么打 打到最后的时候 头定住 这件事和普通的人 也正好相反 普通的人 他摆这个架子摆得很好 一做动作就开始动 我们是一开始是动的 最后定住 你跟人这么交手的时候 你看 他一下你一下 来回躲 来回什么 这不是一直是活着的吗 但一到这儿 咔 定死了 到最后这下 咔 要定死 对位置 往这打往哪打都不重要 就是一定出个别劲 你这么别它也行 这么别也行 这么别也行 都可以 但到最后这一下 打的时候 身体一定是定死的 那么正常人 你看他摆好了 结果打的树走了